HELLO 大家好,我是檸檬 之前答應過你們會拍Home Tour給你們看 但我發現我實在太多話想說 所以這次會先說房間 之後會說廳、廚房、廁所 這就是整間房間我最喜歡的位置 就是我一張化妝桌 化妝桌是在實惠買的 我自己覺得也挺貴 因為它大概是要3500元 不過它真的超實淨 而且手工是很漂亮的 但一個櫃桶打開了 這個位置就是一塊鏡子 這裡還是可以開燈的 早上在這裡化妝 真的很快可以化妝整個妝化 因為那些東西我放得很適合 好了,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把化妝桌放了什麼 化妝桌上是一個飾物架 我在淘寶那裡訂回來的 耳環、手鏈我都是這樣勾上去 就可以一眼看得完有什麼手飾 一顆粒的耳環我就沒有擠進這個架裡 那我就放在這個盒子裡 桌面就有兩個小杯 我一個就用來裝耳環糖 另一個就用來裝頂夾、橡筋 這裡也有一塊鏡子 是方便自己用的 再前一點點,這裡就有些常用的護膚 最近在用這支North Expert 我覺得很好用 推介的 然後呢,就有些化妝掃 那這裡呢,就有些香氛蠟燭 還有這一隻我是一些PR聲來的 GIFT來的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用它來裝了香氛蠟燭 但是還沒點過 桌面呢,基本上呢 齊齊都是這麼整齊的 因為呢,你會看到我的櫃桶 是組織得很好的 登登 那我就買了一些 這些芽加力箱 的盒子 用來放一些Palette 還有一些化妝品 但是這個芽加力盒 它中間的分隔是可以拿開的 所以我覺得都蠻好 常用的化妝品就會放在這裡 早上呢,基本上開這個櫃桶 就可以化完整個妝 都蠻方便的 然後呢,下面的櫃桶 都是 裝一些 化妝品 護膚品 等等的東西 其實呢,在淘寶有很多 這些芽加力盒子 它用來整理化妝品 都蠻好 這個是一格格 用來放唇膏的 那旁邊這些呢,其實 十二元店都可以買的 那我就用來放了一些 墨膚品 還有粉底 那這裡呢 就是一些頭色來的 那我就夾起來 在紙盒那裡 下面這裡主要呢 都是用來放 contact lens 的 再低一點呢 就是雜物 都還沒有放滿 我之前呢 就在淘寶裡 訂了一塊這些毛毛毡 其實用來拍照 做Pops 拍產品的時候用 那我發現呢 它這樣放在這張椅子裡 都蠻漂亮 還有 蠻舒服 它就變了那張椅子的一部分 我的化妝桌就在這裡 那我的床頭櫃呢 就是這個 那旁邊中間有一條褲子呢 我就買了一個 鐵架 放在中間 但是這個鐵架呢 我覺得很貴啊 因為它要差不多$200人民幣 但是呢 要找到 最適合的尺寸 還有 在視覺上 滿足到我的要求呢 那 沒辦法了 我就找不到其他了 還有這個位置呢 就用來充電 我的Apple Watch 電話啊 電話啊 都在這裡充電的 那下面這一行呢 沒有那麼常用的 Skin Care 還有化妝品 就放在這裡 最底的那一格 就用來放直髮夾的 去到旁邊這個 床頭櫃啦 那這個架呢 都在淘寶買啦 它裡面這些呢 都可能是銀啊 不方便 那麼外露 在空氣那裡容易會變色 我就放在這裡了 那旁邊呢 就放了一個 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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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是 Sabon的 香 可不可以叫香粉 它真的很香啊 這一枝 那這個 點著了的時候呢 它就會 可以分到全房間 都是一些香味 床頭櫃呢 其實都挺簡約的 我不是放了很多東西上去 放了一點點在那裡裝飾 那這個紙巾呢 都在淘寶買 然後一個 那些叫正音的鐘 就是晚上睡覺 不會打打聲 不會吵著睡覺 這個呢 就是在Muji買的香粉機 那呢 除了香粉機之外呢 它是可以 做床頭筋的 講完床頭櫃之後呢 就去到那張床了 那這張床呢 其實就是 跟地台連成一體的 其實 房間除了床頭櫃 化妝櫃和衣櫃 就沒有位置的 那所以呢 那時候裝修呢 就做了一個地台 方便收納的 而這個位置呢 其實也是一個 有壓床來的 掀起呢 就可以放到很多東西進去 而現在睡的床鋪呢 在淘寶裡扔的 超舒服 這個呢 是很滑滑滑的 那它是兩面呢 都不同顏色的 還有 抱枕啦 我是要抱枕睡覺的 而因為做這張床的時候呢 不知道為什麼做一條縫子 做大了 你看看 很大條縫子 床鋪連上床架 是太大條縫子 那所以呢 就 用枕頭 去塞住它 雖然沒有床頭板 但是就有些枕頭 可以靠住 那這個床頭架呢 我也是在淘寶裡扔的 就裝了一塊 很薄很薄的層板 在這裡 做裝飾的 那這些香薰蠟燭啊 Thank you card 還有 還有香薰蠟燭 再加上 我在淘寶裡塗了這一串 星星燈 那晚上開著就可以很有感覺了 其實這個位置呢 我是預料放一張畫的 不過呢 我淘寶塗了畫架 還未到 那到時或者在Instagram 和你們更新 那一盞 這一盞我在淘寶裡賣到的燈 好了 我開給你們看 它一開呢 是黃色的 只要再開燈 它就會變白色光的了 這個呢 就是它附送的遙控 可以教亮度 還有 色暈 其實晚上呢 我們應該盡量把燈 點暗一點 告訴你的身體 你要開始 差不多去睡覺了 有些人為什麼 這麼容易失眠 因為周圍的環境 告訴你 我還很光亮 還沒天黑 還沒需要睡覺 那就不肯睡了 不肯睡就很容易失眠 這個地台呢 真的 收到很多東西 我開一格給你看 那裡面呢 就是放了我的手袋 一些 環保袋 什麼外出的環保袋 背包 手袋 全部都放進去 那 就 還沒收拾得很好 因為 那時候 搬家 實在是搞了太久 然後可以說一下窗簾 窗簾我也是在淘寶裡賣的 這支窗簾乾呢 就是在Kia那裡賣的 而上面的這個架呢 是在淘寶裡賣的 那時候裝修呢 我就沒有換到 窗的 因為 雷昌師傅來看過呢 一切都非常正常 那我就不想浪費錢去搭棚 換這支窗 還有呢 我長期都會拉住這個簾 是遮住了這支窗的 這個簾呢 就是沙簾來的 你可以左隔到外邊 看不到進來 但是呢 你又可以有陽光透入 那當晚上睡覺呢 我就拉上 這個簾 那這個簾呢 真的挺遮光的 你會看到底部呢 是一層灰色的膠 早上是不會被陽光殘醒的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這個簾 由床 走下來 走前一點呢 就會有一個玻璃間隔 我真的選了很多間 一來要格格 二來呢 就要看物料 那我就 看了很多很多間之後呢 我就選了一間叫做 新派的 鋁質工程公司 幫我去做這個玻璃間隔 都弄了糖簾去遮住 那就可以加開廳 還有房子 如果我老公在廳裡做事開燈 而我要睡覺的話呢 那我就會 放糖簾去啦 打橫掃過去呢 其實是有兩米七這麼大的 Hello 那我為什麼有這個想法 要做一個玻璃間隔呢 那其實是 下一集就跟大家說啦 之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工作的地方 這個呢 就是我的工作桌 其實我是由肚大到大過來的 他在淘寶那裡買 那我是挺喜歡這張桌 因為呢 你看到它那個木是很厚的 超實的 這張桌子 其實呢 長期用Laptop去做事 是對你的眼睛 還有姿勢 肩膀 那些會不會太好 因為要長時間 在電腦桌前面做事 所以這個位置呢 我自己也是很緊張 很在意的 那張桌子的右邊呢 就用一個架 盛棄了MacBook 這個架呢 就在淘寶那裡訂的 而前一點呢 就有一支 桌燈 那這些燈呢 就是IKEA那裡買 那這個螢幕呢 我是十級推薦的 因為 你看到這張電腦桌子的裝置呢 我除了可以在這邊工作之外呢 我是買了這個夾臂呢 平日晚上睡覺呢 我就可以翻到另一邊 那就可以一路睡在床上 一路看youtube 又或者看Netflix 桌下邊呢 就有一個文件櫃 我也是放一些 垃圾東西 相機的用品 之類的 至於這張電腦椅子呢 其實我都不時太推介 不是坐得太舒服 但它的樣子呢 也挺漂亮的 差不多說完了 再走前多一點點 其實就會看到我種的一棵龜貝竹 還有一個衣架 再加上一個衣櫃 唉 又沒有人可以求教 我也是種植物的新手來的 你看到呢 葉片上面呢 有些洞洞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沒有撞過它 或者沒有弄過它 我已經很愛護它了 這個OK 這塊葉子是很漂亮的 但是呢 譬如有些呢 都始終是有些洞洞在這裡 如果你又看我instagram的話 除了種這一盤東西呢 我是種了很多很多植物在家裡 遲些呢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呢 就是一塊鏡子的衣架 這個架呢 可以放一些衣服 掛一些穿過的外套 褲子 可以勾一些帽子 手袋 還有下面呢 我就放了一些很難的 可能穿了一陣子的衣服 就放在這裡 到後面的這個衣櫃 我是拿到盡 整間房間多長 即多深 我就拿來做整個衣櫃 這個櫃桶呢 我就放了一些底衣 褲子 還有下面的格子 就是一些底底 然後呢 就放了一些衣服 那我那些衣服呢 是喜歡這樣 住起來 因為抄襯衣的時候 就一眼看到有些什麼衣服 敷我也是這樣打開的 打開就很整齊 好知道自己要選什麼衣服 旁邊這個位置呢 那我就會放一些底衣 下面呢 就會放一些 不是整天穿的衣服 有空的話呢 我就會收拾一下衣服 分哪些是經常穿 哪些是沒有經常穿 有些呢 就拿它捐了去 有空收拾一下自己的衣服 是有一個好處的 就是你可以提醒一下 你有多少衣服 還有有什麼款式的衣服 那就不會重複買了一些 你已經有的衣服 旁邊這裡就分了 上格 還有下格 下格呢 就可以放一些非常非常長的衣服 還有裙 上一格呢 就是主要放短一點的衣服 旁邊呢 這裡就在IKEA那裡買了一個架 用來塞好衣服 我的衣服當然不只得那麼少 冬天衣服我就放在地台 轉季的時候呢 我就會交換了 它過幾一格呢 其實 上面 這裡我就放一些帽子 下面呢 我就是放一些攝影器材 燈啊 腳架全部都放進去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喜歡不喜歡這個題材 如果想看完廳房 就記得按讚我這條影片 如果想看更多我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螢幕旁邊這個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的通知了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不要這麼快走 記得follow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連結我已經放在下面info box 有空留言跟我聊聊天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